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笑 一起闯 一起扛 烟火之中 家的味道是烙在每个人心中最深的眷恋 兄弟相守 滋味加倍 生活精彩无限 老妈 今天来有没有来好牛啊 有了 跳几头比较肥的 我叫陈瑞海 七八岁的时候经常跟老爸去牛仔厂那里拿牛肉 屠牛厂接驳门店 这是关塘火锅店的标准配置 屠牛厂就是火锅店的后厨房 陈瑞海今天要到后厨挑一些上好的食材 火锅好吃 重点在于肉品 选牛 一看品种 最好吃肯定是地道的江西牛 萌那些牛也是很好 二看牛铃 三年多的牛来杀就最好 三看肥瘦 用那些比较肥 然后杀出来就里面给我切花 牛肉可以先到跳舞 切牛肉可以快到飞起 不厌其烦地将牛肉分门别类 牛从宰沙到下锅 最长不超过四小时 苛刻到用秒来计算下水时间 这些只有在一个地方 可以同时领略到 专门从江苏武器过来 东北人 我是武汉的 赶飞机 赶飞机的第一顿是到这里来吃的 我们想临走之前再吃一顿 打开潮汕的美食地图 密密麻麻排布的一定是牛 中国的云贵川 甚至东南亚的牛排着队 涌进潮州 潮州 一座吃的历史和城市历史 同样深厚的古城 一座让食客老饕 流连忘返的美食之都 在潮汕 一顿牛肉火锅 将刷新你对火锅的认知 潮汕的牛肉火锅店 就像随处可见的便利店 但最集中的地方 一定在关塘 关塘 一座为牛肉火锅而生的小镇 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小镇上 有二十多家火锅店 五家屠宰场 这里几乎形成了 从饭牛 宰牛 再到食牛的全产一链 陈瑞海和哥哥开的兄弟牛肉店 背靠舒服的屠宰场 保证了肉的绝对新鲜 牛从宰杀到肉下锅 时间要严格控制在两小时以内 有时候跟我哥留听说 我们两个人不是在卖牛肉 是在那个牛肉的帮应工 跟时间赛跑 上午十点 第一波尝鲜的时刻 踩着时间点 几乎和新鲜的牛肉一起到店 那里也来试分 丸子 牛筋丸子 那切一下 收拾一下 你看 不准切 又快 才切得出来 越是新鲜的牛肉 回弹性越好 也越是考验下刀的速度 一分钟三盘肉 150多公斤肉 五个人一小时切完 把肉快速切完 切薄 绝对是常规操作 陈瑞海有绝活 他们那个镜头还挺清晰的 冰角肉这个时候 正常的时候就没办法 像我这样子把它切得那么干净 当然 要想成为一个炉火纯青的刀客 背后注定要付出血的代价 哪一根手指头都是三横的这一刀 这一整块 这里有一块 那个手被那个刀切到现在那个刀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潮汕人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 我们眼里的一头牛 到他们眼里却大不一样 明目种类分得比牛毛还细 脖人 池人 吊龙 花质 每一个字都看得懂 可是组合在一起时 却令人一头无水 这一份的这里就是那个五指花 五花质 五花质的吧 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好好吃 五花质 就是像那个血花皱 其实它里面就是一层皱一层筋的 吃起来是那个脆的 遇见老虎 十五花质 十五花质 如今 关塘牛哥陈瑞坚 谈起牛奶也五味杂陈 九岁正是贪玩好动的年纪 他却无情地被家里的放牛劳动 竖住了手脚 就是直接在这里切颗牛 然后自己下水 他们是王的心态 我是放牛的心态 甚至不一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寒江的支流北溪河两岸直被茂盛 称为周边乡镇耕牛的集中放养地 同时催生了牛的交易 陈瑞坚的父亲挑牛技艺超群 在关塘一带小有名气 于是他便和兄弟四人做起了牛生意 经营着当时关塘镇中心 唯一的牛肉摊 现在不放牛了 不能去讨厌它了 现在是用心去做好它 潮汕牛肉火锅 兴盛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汕头开布后 潮汕人依托客家乡林养殖的土黄牛 借鉴西方石牛的经验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石牛方式 涮火锅讲究多 如果涮不好的话 再好的牛肉也要被辜负 所以经常会看到陈瑞坚跑到时刻中间 亲自上灶 现身说法 今天晚上教大家这个潮汕牛肉火锅 好 来来来来来 看到开得这么开心 整盘倒下去 十三到十五秒这个时间段 潮汕人涮牛肉讲究三吊汤 用漏勺盛成着牛肉 入水出水烫三次 大概十秒左右的时间 牛肉达到最鲜嫩的程度 你们刷好才是 才是好 吃一下 蜜汁沙茶酱 当时牛肉来 会让你越吃越想吃 当然 遇到极致一点的老涛 对仙的追逐还要更进一步 你看一下 谁看的 把它关掉 关掉 是 关掉 关掉来看 颜色都是粉红色的 粉粉的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这样是仙的 仙 奶香味这样子 就是感觉跟初令差不多 来来来 三二一 兄弟 在关塘 陈家兄弟因为火锅 收获满满的人气 招呼一声兄弟 是人们相约吃牛肉火锅的暗号 也是心照不宣的目的地 兄弟相守 成就一种味道 留下一段佳话 时值盛夏 银川人吃羊的热度 开始随着暑气一起生腾 到了银川 如果不吃上一次手抓羊肉 纵然尝过千百滋味 也会显得美中不足 看 这块肉最上的 遍布街巷的手抓羊肉馆 最资深的时刻 想起手抓羊肉的香味 常常不舍昼夜 你都能吃两三斤 俩吃过 就像天天都能吃羊肉 嗯 再吃一块 手抓肉地道的吃法 必须配上一头生蒜 一小叠陈醋 一大块羊肉入口 不删不腻 纵使是食量小的女子 也能一口气吃上半碗 银川专做手抓羊肉的店 有上百家 竞争激烈的行业 必然催生顶尖高手 这家红火了十一年的手抓店 功劳在于一对 文明银川餐饮界的兄弟 这位擅长与食客聊天 天生长着一张笑脸的是 是弟弟何志国 他掌管着前厅 是店面的灵魂人物 后厨这位忙碌于案板间的厨师 是哥哥何志勇 不善言辞 拥有三十五年的烹羊经验 他们一人负负责选羊 另一个负责烹制 两人性格各异 面对羊肉却心有灵犀 朋友可能就说 你哥这人人狠话不多 你那就属于比较能吃会说 兄弟二人对贪阳下的功夫 早在厨房之外 几乎所有中国美食家都认为 宁夏最好的贪阳在延迟 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广阔无垠的盐碱地 为了生存 羊儿们必须迈开四体 努力寻找食物 长期自由奔跑 大大增强了肌肉的紧实和细腻 使羊肉本身的膻味 逐渐被中和 每周何治国会前往 延迟的滩羊养殖场 从两个月大的羊羔 到三年的种羊 找到心仪的那只 全凭眼力 选择手抓的羊 要先看羊尾 羊尾的肥瘦 对应羊本身的脂肪含量 一长大的羊尾 脂肪含量最为合适 再看牙齿 门牙不突出 确定年龄处于幼年与青年之间 而最重要的环节 则是摸羊背 如果太高的话太平 太壮了 这种刚刚好 手抓羊肉 主要选择羊肋排 感受羊排上的 精肉与肥肉 纯凭选羊人的手感 而这只能依靠 长年累月积累的经验 选对了羊 美味水到渠成 弟弟带回上家的食材 接下来就要轮到哥哥大显身手 每天早上七点 何志勇会准时来到后厨 用冷水浸泡羊肉 目的只有一个 去除鲜肉中的腥味物质 处理后的羊肉 透出鲜嫩的粉色 投入不放任何做料的冷水锅中 用小火煮开 再下适当调料 这是主要人家去腥的 会找出不张辅助 那就给羊肉 起点香味啊鲜味 文火炖煮 鸡肉纤维软化 羊肉得以不腻不删 等待的时间 弟弟总会给哥哥 准备一顿可口的午餐 在这家手抓店的任意角落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钟表 心思细腻的弟弟 总会在意各种细节 我们做手抓羊肉呢 火候相当重要 他看到时间以后 他就知道 他这一时间带要去做什么准备工作 我们每块肉的出锅火候是不一样的 第一块 它就1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 最后这块 它就30分钟以后 你就要随时就要看 虽然食材至关重要 但控制好炖煮的火候 才能将贪羊的美味发挥到极致 绝佳的羊肉配上适宜的火候 会使羊肉与羊骨呈现似离非离的状态 这便是银川人 衡量一盘上好手抓羊肉的标准 肉质很松软 然后你一嚼很容易就辣了 入味三分 回味七分 两个兄弟一种人生 在手抓羊肉的世界里 贪羊兄弟从未停止对美味的探索 所谓人间智慧 对于他们来说 不过是兄弟间的智同道合 时光荏苒 总有人年轻着 也总有人在日渐老去 兄弟们的坚持 守住的是家族对传统味道的记忆 留住的是关于家 关于故土的气息 以及故随心 身份 自己扫出 每一个小ви 优 gens 等性 Dop 我们在身ง 我们是没想到 中国人远老去 看 我们不不思想 Val 眼前这打电话求租的小伙子 叫刘刚 他想在宝定郊区 开一家驴肉餐馆 刘刚出生在驴肉世家 从他爷爷那代开始 他们家的驴肉火烧店 一直都是十里八乡 驴肉爱好者的根据地 在驴肉生意竞争空前激烈的 老字号是人们吃驴肉的主阵地 吃来吃去就是那些熟悉的老味道 刘刚想另辟蹊径 做点不一样的驴肉出来 说来也特别 刘刚一家子都在围绕着驴做文章 在阳村他们被人戏称为驴肉三兄弟 宝定作为上连京津下至中原的京畿重地 清代作为直立省省会 一直是直立总督的驻地 都说一座总督鼠崖 半步青史写照 直立省的过往 不光写就了一个王朝的风云变迁 也让宝定流传下来不少耐人寻味的老味道 来宝定吧 首先必须得吃驴肉火烧 不吃驴肉火烧 相当于这趟宝定来的价值和意义不太大 我感觉 这么说吧 宝定人十有八九 都是资深驴肉爱好者 若要评选宝定人最喜爱的美食 驴肉坐上第一把交椅 绝不是什么意外 在外的宝定人要是吃不到驴肉 那身体里的蝉虫 一定会引起缺驴肉的戒断反应 在家的宝定人就甚是幸福了 大街小巷 必定会有若干家风格迥异的驴肉馆子 要问他们最重义哪一家 他们一定会说 最好的就是自家楼下那一口 大哥刘宗把控着本家驴肉的出品大官 他负责卤驴肉 好味到离不得家里的那锅老汤 大火攻小火闷 驴肉要在掺入数位香料的老汤中 炖煮13小时以上 待汤降温后 将煮好的肉放入汤内 再次焖至近10小时 才能使老汤的滋味完全浸入驴肉中 作为本村数一数二的驴霄 他做的驴肉味纯 夜内出名 每天凌晨开始忙碌 为的就是给弟弟们提供最新鲜的驴肉 二哥刘鹤 负责打烧饼 做驴肉火烧 从小就站在火炉旁 看着父亲打烧饼的刘鹤 现如今这记忆已是炉火纯青 想要做出有内里有层次的火烧 等两面烤至八分熟后 用更高温度的非明火继续烘烤 就会形成一层酥脆的外皮 圆饼的肚子也鼓胀起来 外脆里嫩 香酥可烤 捞出一块肉 肋板 提筋 拿大刀剁碎 然后拿一个烫手的火烧 对半切开 在火烧的两侧涂抹上驴肉 一个正宗的保定驴肉火烧 就大功告成 你需要什么 三个驴肉的 两个瓣长的 三弟刘刚排行最小 喜欢天马行空 是让全家人最不省心的煮 学过厨师 当过学徒的他 不满足于两个哥哥的影声 他见走偏锋 搞创新 琢磨起了全驴燕 在大哥的帮助下 刘刚将高压锅压制后的驴蹄去壳 留下富含胶质的提心 将杂毛处理干净即可入锅 数小时的熬煮 驴蹄早已熬得里外通透 胶质滑嫩 酱汁的加入强化了驴体内部的每一寸调味 刘刚熟练地处理起驴身上的每一个部件 把边角杂料物尽其用 做出一道道令人匪夷所思 有别具滋味的菜肴 驴本身它长的那个部位就是说来了是比较脏的 经过我们把这个毛去深层去处理掉之后 会减少很大的那个脏腥味 为了把驴肉做出新花样 刘刚可是下足了功夫 驴尾处理起来极其繁复 将驴尾洗净 高压锅压制 拌熟后趁热退毛 驴尾复含胶制 高温下力道必须掌握得刚刚好 劲大了会连毛带皮一并扯下 不仅影响观感还影响口感 剩下细碎的绒毛用小刀轻轻刮掉 沿着骨缝轻压改刀 浮以多种香料再次入锅卤制 出锅后浇上它精心调制的酱料 一盘钢式驴尾巴便制作完成 浇感十足的驴尾巴 外观晶莹细腻 吃起来有意想不到的柔韧劲 这家村子里的驴肉馆 一年到头 兄弟三个把经他们手的每一头驴 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一家人 一家店 一种味道 有人坚持传统 也总需要有人推陈出心 但凡能让魏蕾留下记忆的 都属于保定特有的味道 驴肉三兄弟撑起这家小店 他们努力复制着父辈的味道 对于家的记忆 是兄弟共同的起点 家的味道 陪伴兄弟各自的人生旅程 让他们一路相守 一路向前 下集中 为了 scripture 最后一路向前